咱在这吵得跟热谣似的 但是你看老板问她的时候 她不也是担心表姐受影响 说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话吗 她为什么逼着表妹所谓的内卷 不就是希望你比别人干得好 你快点升吗 她现在升官了吗 我刚想说的就是 她觉得我在内卷她 但是她拿了去年的年度最佳员工奖 她拿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 她误解我 但是她的确得到成长了 可能我只占了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影响因素 但是她的确成长了 并且被公司评为她是最佳员工 我就觉得 我就值得 她误解我也好 但是我觉得她成长 那就够了 她成长 我也在成长 我就想看到这样 就我没有说我们俩是表姐妹 我在职场上 我很避讳这个 我非常避讳 我为什么避讳她工作 或者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很避讳这个东西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 我们是表姐妹 我们是捆绑 我想是你站在这个人群当中 没有我在旁边 你就是狼 你就别人就是害怕你 但是我 她不想成狼 我理解你 对 她不想成狼 这是我们俩的谎论 就是我可能也会有这种逆反心 就是你老是让我这样 我反而会更叛逆 懂吗 就是可能 我也要想有我自己的工作状态 和我的工作方式 我不是拒绝成长 我只是想按照 我自己的步调去成长 而不是你这样 老是去拔 拔 拔 拔我拔得很高很快 这样就会让我非常的难受 我理解 姐姐我送你一句话 就是有的花花期早 有的花花期晚 对 就是你对于妹妹的那份 就是爱和期待都能收到 但是她的花期没到 你去让她做的时候 她承载不了 或者她还没到那个成熟度 但是你到了 对 她还没到 她在你身边 她还没到